大家好,我是黑妞养生馆的金庭老师 肝脏是人体的重要藏血器官,那煮一身气机的输泻 而气血又是其他脏气器官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 因此肝的功能是否正常,不仅影响本身,也会影响到其他脏腹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款养肝护肝的茶,蒲公英红枣茶 去蒲公英五克,红枣五枚 放入壶中,加入适量废水冲泡,温泡十分钟左右,待温凉后再喝 蒲公英性寒胃苦肝,归肝胃经,具有清热解毒,利尿散结的效果 对于感冒发烧,那支气管炎等症状有一定的作用 红枣性温胃肝,那归脾胃经,具有补气养血,健脾合胃,滋养阴血,养心安神的作用 对营养不良,那心血管病,高血压等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蒲公英和红枣一起泡水,可以起到清热解毒保护肝脏的作用 可清除血液内的毒素 进化血液,促进肝脏排毒功能 蒲公英和红枣两者虽然一热一寒 但是可以相互抵消单独使用时过热过冷的性质 并且可以见脾胃,去除体内多余的失血和多余的热血 那同时也避免了蒲公英对于胃肠道的刺激 注意,蒲公英脾胃虚寒,过敏体质,低血压的人 以及儿童不要单独使用 红枣,施热内生者,小儿肝肌,和寄生虫病儿童,以及糖尿病患者寄食 好,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黑妞养生馆 健康的生活,离不开养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